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又繼續來看Pokemon的珠子流出的資料 繼上一次12號出了一部份的資料流出之後 在第二天即今天13號再次推出了另外一些資料流出的情報 今次這條影片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究竟網上流出的情報有什麼 好 來了 今次的資料情報流出洩漏了新地區的日文名 但是暫時還未知道英文名 英文可能要透過一些估算和估計 至於日文名叫做Parudera Parudera就是這個新地區的名字 我估計可能是有一點外國的 好像是葡萄牙還是西班牙的地區 等遲些就會有揭曉 下一幅 下一幅 下一幅就是一些新精靈的圖 你可以看得出非常模糊 但是放大我們已經清晰看得到 不是 都看得到是怎樣的 首先應該是一些可形的精靈 粉紅色的身體 右手邊這一部分是翼 左手邊這一部分也是翼 這裡就是頭 這個應該是嘴 類似是一些水飛行屬性的鳥類 大家如果在以前的圖鑑都可以看得出 是非常多這種屬性的配合 如果在新地區有的話 都不太出奇 因為水飛太常見了 下一個 下一個也是非常小的 也是要放大 這張照片也是很抽象的 就是藍色的頭髮 然後紅色應該是類似眼眉之類 這裡是整個面型 下面就是身體 有傳言說這幅圖 就是水主的最終形態 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可以看下一張 下一張也是非常模糊 你只可以看到四隻腳 然後後面有一個粉紅色的尾巴 以前大家都見過 他有一隻精靈是黑毛豬為圓形的那隻小豬 我相信有機會會是這隻的進化 就是這隻就是那隻豬的進化 這裡就散了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一些特別的東西 好 下一張 下一張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人形 然後騎著一些東西 看不出這隻是精靈 還是一些交通工具 可能意味著 新版的豬子 會有騎乘系統 又或者是有一些 類似以前太陽月亮的騎乘方式 OK 下一個了 好 大家不知記得 上一次的資料流出 我就告訴大家 這隻可能是一些貓型之類的新精靈 這隻不是一些新精靈 大家見過的 就是草主的進化 這隻是草主的進化 大家應該大概會猜到 真的是貓型 因為那隻叫做新葉貓 好 OK 也有部份網民就畫了出來 大概可能是這個樣子 也有機會是這些樣貌 那這隻草主進化 流出的屬性 就是草加鵝系 草加鵝系 那我們先說一下水 水其實也有流出的屬性 水就是水加格鬥 水格鬥也是常見的 水格鬥 那我們繼續看看新的東西 好 來到看新的精靈 大家都不是新的精靈 是舊有精靈進化 大家看這張圖 這麼清晰 都應該知道這隻是什麼 波波球 波波球 它變成黃黃的眼睛 然後這裡好像有牙的 身體結構 牙齒結構 那我們來下一張 現在接下來的那些 全部都是一些 舊有精靈 或者地區形態 好 OK 那這裡可以看到 這裡真的是波波球的外形 有隻黃色的眼睛 如同上一張一樣 但其實遠看有一點恐怖 這個樣子 有點像吸血鬼的造型 這個波波球 這裡不多說了 除了波波球之外 另外的背景 大家有機會在宣傳片都見過 下一張 下一張 這一張 好像不是地區形態 這一張好像是進化 我忘記是不是進化 這一張就是拜路求菇 然後再加了一些草 其實整個 怎麼說呢 其實好像沒有進化 真的沒有進化 因為它跟拜路求菇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在這個蘑菇底裡 就是這個蘑菇那裡 有些草生了出來 然後頭有些尖刺 類似超壞 超壞星那類的防禦形態 對 沒有什麼特別的外形 到下一張 下一張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這隻是什麼 但我一說名字 你就知道會是什麼 我數3秒 大家猜不猜到 3 2 1 好 可以猜到 這一張照片就是三合一瓷怪 三合一瓷怪的地區形態 我估計是 這裡你可以看到三個頭 一開始我以為是那些什麼 暴凝草還是什麼三頭龍之類 但可惜不是 為什麼我會猜到 因為它是出了另一張照片 對 大家如果有看過以前預告片 其實官方也有公佈過 小瓷怪在新的珠子地區 是會有得用的 對 所以這個地區形態也不太出奇 對 至於它的外形 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是綠色的外形 估計它是可能捨棄了這個電屬性 改為草鋼也不出奇 我看它的外形 其實真的有點草鋼的感覺 雷應該不太像 因為進了一發三合一瓷怪 沒有理由 沒有了鋼系 所以最大的合理推測 應該會是草鋼的 對 剛才也有提及到 這一張就是在 洩漏的Twitter看到的 這張照片 就是剛才那隻水主 水主的進化體 就是水格鬥的 但其實老實說 不太相似 因為這隻明明是 明明是好像水飛 因為它感覺上整個外形 其實都好像有飛行的一些 可以用到飛行 所以我感覺上不太相信是水格鬥 老實說 反而草鋼也有機會 這隻我不太相信是水格鬥 好下一張 沒有了 沒有了下一張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文字的洩漏 好 剛才也說到 這個新地區叫做 Parudea Parudea 這個 它沒有洩漏到英文出來 因為應該是用日文來玩 可以看得出 這個洩漏Parudea 來自Pokémon的英文 還有Arudea 就是這個 在西班牙裡面 是這個村莊的意思 應該是 OK 而Mega進化 就沒有在新地區有得用 這樣也很合理 OK 好這裡剛才也有提及到 它就說 新葉貓的進化 就會變成草家惡 這隻水主就會變成水格鬥 水格鬥其實 其實 就如我剛才所說 我是不太相信的 剛才也有告訴大家 一些波波球的進化 然後這個類似鳥類的精靈 這個就是水主 這個就是類似黑無珠的洩漏圖片 這裡寫了Pokémon珠子 引入了三種新機制和噱頭 大家在上一次的流出影片都看到 我就提出過一些封面有水晶的圖片 即是封面有水晶的 這個水晶似乎就是這次地區主要的一些噱頭 而另外它也寫到 這個Pokémon可以使用類似水晶的東西 而且NPC都會在遊戲當中使用它 也就是意味著可能在珠子地區有變於極具化的一些新系統會有用 詳細的是什麼呢 那就要再等官方 相信官方會一次過公佈 我會看到之前流出過的 即是像我上一次和今次的流出情報的大部分資料 剛剛也有看到 有一張照片和水主 這隻就是那隻小鳥 畫得很有趣 他又給了這個Credit 大家記得可以去看一下Twitter 好,今次這個珠子的資料流出就來到這裡 大家都可以在下面分享你對這些資料情報流出有什麼意見 亦補充一句 資料流出並代表完全真實 大家可以當作參考 有機會到時可能跟現實中的實物會有一點出入 大家記得留意 好,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還有按訂閱我們下次的資料流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